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各位师傅 我代表公司给大家道歉 对不起了 不过我可以承诺大家 三天之内 肯定给大家上了保险 并且解决所有的问题 请大家相信我 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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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做不到的话 由我来承担所有的法律责任 你们尽可以来找我的麻烦 好 不错 一看你也是个痛快人 不愧是公司的董事长 行 李总 我们相信你 好 那就开结果 还有我老公 被警察抓走了 还有我来了 必须放人 放人 放人 大家别急 这是我接下来想说的 你们动手打人确实不对 不过这次呢 我不会追究大家的法律责任 我会让他们尽快放人 好 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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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绝不会闹事 是不是 对 大家请放心 你们先放人 既然我说了 我就肯定做到 好 董事长说了 我们回去等到消息 好不好 咱们算了吧 好 好 走 谢谢大家 好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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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已经承诺大家了 就得说话算话不能儿戏 邓经理现在住院不能上班 这些事由你尽快去处理 好的 我知道了 保证马上完成 辛苦大家了 好 大家就忙 好 兄弟啊 哥 醒了 你这 一晚上没睡 好 如果为什么 不困 那咱哥俩 老 来 你的事啊 我都知道 自打你亲的那天 我还真留意观察你了 你说像这帮人 比哥哥 都粗不垃圾的 像你这样的闻人少 你看 每天带着大家伙 杜雨归 还叫我们诗文断字 小四毛进来那天 你得到刚事了 你还记得吗 就一大堆人在那儿 是吧 好 我就觉得你这个人啊 正直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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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起来喝点水 来 老公 给我吧 对了 仙姐 一会儿你给大姐打个电话 问问公司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我不打 要打你打 别跟我提她 提她我就烦 怎么了这是 你那天不是在抢救吗 我害怕我就给她打电话 让她过来陪我 结果她可倒好 她一来就劈头盖脸地训了我一顿 姐不能为大姐 事情闹了这么大 她能不着急吗 你什么意思啊 就那天那种情况我不报警能行吗 不报警你会被打死的 喊什么喊这是医院 这事我也说了你 你别跟谁动那么大脾气啊 干嘛呀你 怎么了 我就是这脾气我改不了了怎么着 喝什么 喝水 吵死你了 你干嘛去啊 张倩 张倩 你干嘛 还有那回 大家伙一块打起来了 你替大家干事 我就觉得 你这个人仗义 对吧 你呀 其实是一个可教的好兄弟 谢谢个可教啊 谢谢个可教啊 所以说呀 像你这样的人 怎么能够贪污受贿 这不明白这栽赃陷害吗 哥 谢谢你的理解 你呀 真的是一个值得可教的好兄弟 哎 这一年来的天气了 我可是发现你头一回这样呢 没准是个好预兆啊 什么好预兆 有结果 真的 一年了 你该有个结果了 谢谢哥 这种图本啊 那就是这种了 年底文波 这种了年底 对对对 好 这大会员呢 是在这儿过 质量官要严拔 听见没有 好的好的好的 一定 啊 卢总啊 是林总吗 是我 我老老婆 这会儿你说话方便吗 你大点声 我在工地呢 我这儿听不清你说话 有一个羡慕 不知道你们感不感兴趣啊 哎哟 喜从天降啊 有项目还不好啊 我当然感兴趣了 你说 是这样 那个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咱们见面 具体谈的好不好 咱们马上见面 地点呢 就定在度假村 咱们中午 中午一起 你把嫂夫人也带上 我们一块吃个便饭怎么样 那好吧 好 一会儿见 好 一会儿见啊 卢总 就这么着了 哎 妈 昨天晚上啊 胜利一直在哭 而且高烧不退 我特别担心 我突然想起小四德的那场病 当时也是高烧不退 瞎说什么呀 别胡思乱想了 他们呀 和小四情况不一样 小四那时候 本来就有关节炎 后来给大禹浇了 才会旧病复发 真的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不会不会不会 你小时候不是也是 是尝尝感冒发烧什么的吗 大可真吃个药 不就没事了 不会有事的 哎 哎 怎么样啊 姐啊 生日好点啊 你们俩 怎么了 没上学吗 哎呀 昨天晚上他们俩听说 这俩孩子病了呀 就非要赶过来 被我拦住了 今天这俩人请假了 说要来替提你们 哎呀 我也没拦住 你说咋整啊 没事 我们这儿没事 别耽误你们学习啊 不耽误 不耽误 没事 我们没事 阿姨 您春的烧退了吗 还烧着呢 但是好多了 哎呀 那您赶紧休息一下吧 我来照顾他 来 把孩子给我 哎哎哎哎 干嘛 干嘛呢 你干嘛呀 大型小怪的吓死我了 不是 你小时候这样 你这刚从外边进来 手那么脏 你抱孩子你 有没有点常识啊 不是 你什么态度呀 你不能好好说呀 我 我这没想那么多吧 你是学医的 你干嘛呢 没想那么多 不是 得得得 不跟你抬杠 你不注意行了吧 小四 好好说话吧你 燕子也是好心好意 你应该理解的 哎呀 没事没事 哎 小四想得周到 这事他心细啊 燕子 就是你错了 就是你错了 小四 燕子 那个 刚才有点急啊 不要兴趣 正行 痛呀 哎大姐 你爸 你赶紧吃饭吧 啊 反正我们已经请假了 交给我们 放心吧 对对赶紧吃饭 吃饭了啊 李总啊 我看 就按照咱们刚才谈的那样 合作的事 就这么定了 哎哎哎哎哎 卢总 卢总 您先别着急 这事容我回去跟我们董事长 商量一下 三天之内 三天之内 我肯定给你答复怎么样 您开什么玩笑啊 她是你女儿 您说了算 那可不成啊 在家里我们是妇女关系 工作上丁是丁某是某 没有规矩可不成方圆 您说呢 这这 真那么认真 那是啊 哎 卢总 我不是一直打电话上 你把嫂夫人叫过来 我们中午一块吃顿饭吗 怎么没来啊 哎呦 李总 我先谢谢啊 先谢谢 您不知道啊 我这都单身两年多了 哎呦呦 老兄 这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没关系 没关系 我现在是大省心的啊 女儿结婚以后 我就是光棍一根啊 踏踏实实干咱们的项目 走 走走走走 走 胡子 妈妈生病了 去安慰一下妈妈 妈妈 看着妈妈说 妈妈 别睡觉了 当初医院吧 打针不疼 打针就好了 乖儿子啊 妈妈没事 妈妈一会儿吃点药就好了 你今天要乖乖地 听阿姨的话知道吗 等爸爸下班 让他带你跟医院看病 行 好消息 那边回话了 答应同意和咱们见面 约个时间 咱跟他好好谈谈 那是好事啊 这是相关资料 爸 你过个目 十二万平方米的项目不大也不小 我个人的意思是 风险共担 利益共享 咱们按比例分成 怎么样 那比例怎么划分 谁操盘呢 咱们控股百分之六十啊 只是我担心啊 您是担心资金问题吧 放心吧 没问题 我心里有数 您就把主要精力放在 引进人才和管理工作上 行 这事改个时间 我们开会好好研究研究 行 越快越好 喂 李总 说话方便吗 没事 您说 李总 有一个特大心绪我要告诉你 今天早晨 冯勇给我打来电话 让你九点到看守所去接人 你的老公宋超先生 可以回来了 好 我知道了 紫月 老爸 好 真好 你 妈 老婆 你不 idol 你 写累了 有点 文化人就是不一样 你看你写这么大一路 这得多少字啊 我自己处理一下 六十多万字 宋超 到了 抓紧时间收拾东西 现在赶紧去通知一下赵管强 好 这儿去 干吗呢 怎么不动啊 快点收拾啊 东西不用收了 你知道干吗去不收拾 我不知道 我去那边 这就好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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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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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孖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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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我想让宋超啊 早点见到两个孩子 他前两天病刚好 我怕他又感冒了 我傻意见没有 挺妞妞的 哪有谁去啊 都谁去啊 老爸 我也去 我都休假了 对 一块去 必须的 那我觉得呀 一辆车肯定不够 开两辆车吧 妈 你就别去了 你再加张乐一下 吴阿姨 你去吧 你帮我大姐 可以抱孩子 好 玩玩走 拿点热车去 快 见爸爸 走吧 见爸爸了 走了走了 慢点啊 去吧 去吧 放心吧 全都准备好了 那我们赶紧走吧 走了 快走车 好嘞 走了 见爸爸 走了 见爸爸去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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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爸爸去了 走了 走了 宋创同志 现在我代表检察机关 向你宣布一个决定 你的问题 经过审查以后 并没有发现 任何证据证明你有罪 好 总裁 恭喜你 谢谢 另外 你回去以后 对本案有什么意见 可以形成一个书面材料 按照法定程序 向有关部门反应 听明白了吧 签个字吧 签完以后你可以回家了 妈 我要跟你说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宋朝今天出来了 是无罪释放 妞妞这会儿都去接他们了 真的呀 天大的喜讯哪 真是太好了 太好了 他还有眼 我跟你说什么 我告诉你 白的黑不了 黑的白不了 咱们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 事事交事 是我们党一贯原则 你看看 叫我说着了吧 得相信党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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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 宋朝受着这么大的冤枉 我跟你说等他回来 你得好好给他补养补养 做点好的 别舍不得花钱 听见没有 我知道 你跟爸自己要注意身体啊 我们俩保重好身体 你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吧 我问你 最近身体怎么样 我好多了 放心 以后我会注意的 好 那等过一段时间 我们俩就飞过去 好 好 那你带我问爸好 好的 拜拜 怎么净好事啊 不要这个 这个呢 不要 那我接电话去啊 等等 喂 您找谁 彩玲是吧 倩倩在家吗 陈阿姨啊 她在呢 我去给您叫啊 自己玩啊 去吧 大姐 姐 什么事啊 陈阿姨电话 让你去接一下 来 来 我陈阿姨电话 你怎么啦 你怎么啦 怎么还懒洋洋的 你不耐烦啊 你别啰嗦了 有什么事赶紧说吧 我这会儿发伤呢 特别难受 你生病了 有没有看医生啊 看了 看着点推烧的药 但是也不见好 我这人一天软绵绵的 你吃不下也睡不好 外面都下雪降温了 你穿暖和一点 赶紧去医院看一看啊 别耽误了 听见了 还有什么事吗 我有个事要告诉你 今天上午松超出来了 你跟邓明说一下啊 好 知道了 等我病好了 我跟邓明一块去看他啊 没什么事我就挂了 我这会儿特别难受 好了好了 我不打扰你了 你赶快休息 要记得吃药啊 好 我知道了啊 要不 我陪你到医院看看吧 这样老烧着人也受不了啊 不用了 我刚吃了药 不行再说吧 那你中午想吃什么 我去给你做去 什么也吃不下 你们俩吃吧 别管我了 你昨天就一天没吃 今天再不吃 这身体一点抵抗力都没有了 那要不你给我蒸一个鸡蛋羹吧 你多蒸一点 让我自己也吃一点 行 我去给你做去啊 这会儿我没有胃口 你等到中午再做吧 你来点大介绍 我等一下 你来点大 creo 你把我们来的时候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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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想你啊 你还好吧 你呢 小枫 大家都来看你来了 看看孩子们吧 那是胜利 那是阎春 你呢 宋超 回家 老爸把酒都给你预备好了 今儿晚咱爷儿俩得好好喝几重啊 走吧 姐姐 走 走 我 我说你当初是不是鬼迷心跳了 弄这事干啥呀 我跟宋超本来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除了半智谁也不挨谁呀 这么一闹腾我多没面子 你说我胡广梁大小也是个人物 传出去我多丢人哪 董事长 这事儿 我还真有点担心 你痛快的 我担心 这万一宋超找上门来追究责任 这问题可就大了 不不 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 这个政府把它能放出来 就说明咱这官司赢不了了 我不能在这儿坐以待毙 必须主动出击 我得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行 也只能这么办了 老公 你看 穿这件怎么样 这套不结婚时候穿的吗 现在穿都板着 这不挺有意义的吗 再说也挺惊人的呀 就它吧 来 挺好 妈咱们在外边了 咱们先出去吧 天啊 她们久等了 天啊 我们走吧 走吧 我们走吧 走吧 妈 妈 你们快看 松少子给你打扮了 换人一心了 多精神啊 看起来年轻好多 妈呀 这么一打扮呀 真像新郎官了 老好了 你说对不 是 二位妈真是对不起 让你们为我担心了 没事 不好的事都过去了 现在你有两个小宝贝 和妞妞有个幸福的家庭 我放心了 快让我看看 来看看看看爸爸 老帅了对吧 来来来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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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啊正好是超哥回来 正好恰巧又是她过生日 家里人呢就想给她接红洗身 我觉得你还是起来跟我一块去 要不家里人底怎么想咱俩 我动不了 我动不了 咱有的时候不能太自私 也得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 但是你别装了行不行 我哪装了 我都跟你说过了 我去不了我难受 你要怎么样啊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超哥回来了 他在里面待了一年 受了多大的委屈 你作为亲人 你怎么可以不露面 无动于衷 你太不像话了 好了好了 邓明 我真的没有力气跟你说这些 你要去的话你自己去吧 自己看着办 张欺 大姐跟大姐夫对咱怎么样 为咱做了多少事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装 你就装吧 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大哥 大哥你别生气啊 你们别吵了 大哥他真的不舒服的 大哥 今天我和大家团聚在一起 让我重新感觉到 这个家的温暖 咱们这么大家自人 这么好的一个家 我真的感觉到 非常地幸福和骄傲 妈呀这都是自己一家人 别客气了 客气啥呀 那个王律师 我们家人得好好地感谢您 宋超的事让您费了心了 谢谢 真是谢谢 应该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了 谢谢 宋科长被诬告陷害很是冤枉 现在的结果已经很清楚了 我们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 要学会保护自己 同时还要惩罚不道德的人 王律师 对于那些存心不良的人 我们绝不能放过他们 是啊 这是诬陷罪 要追究责任 好好惩治他们的 姐 喝点水吧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还烧得慌吗 要不量下体温吧 来 我先出去看看虎子啊 我想跟大家讲个故事 什么故事啊 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 有点梦幻所在 什么什么什么梦幻啊 出来听听啊 也是去年的这一天 就是我受磨难的第一天 那天晚上 外面下着大雪 非常冷 我蜷缩在求是的一角 想睡 但睡不着 就这么闭着眼睛 一直到后半夜 却在半门半醒的时间 我突然看见 爸向我走过来 宋朝啊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来看你了 爸 爸 您怎么来了 爸 您知道吗 我跟宁宁结婚了 他还怀孕呢 我知道 你怎么待在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又潮又冷又黑 你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受罪啊 我都是按您教我的作人 可没想到 还是弄成这个样子 宋头啊 我不怪你 我知道是有人家害你 但是我要告诉你 一个男人 要有骨气 坚强地活下去 去年今天 宋朝的生日 也下了同样一场雪 也许这是巧合吧 我跟你说 宋朝 你呀 你有福啊 你跟张家就有缘分 你就该是我的女婿 对不对 蓝蓝你说呢 有福有缘分 就是就是呀 大哥 你应该好好感谢感谢有大姐 对 这都是我起言所见 她为了救宋朝先生 挺着大肚子 冒着严寒寻找证据 让我非常感动 谢谢 真的是辛苦大姐了 她为了宋大哥 为了张家集团 为了张家 可真是操碎了心 大姐 我觉得 你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女人 胡子 你怎么在这儿啊 来 起来 好重啊 来 我给你车车玩好不好 乖乖的 我去看看妈妈的温度器 好不好 姐 时间到了 看看 四十度呢 这烧得也太高了吧 不行不行 咱们赶紧去医院啊 不用 等到明回来再说吧 都不知道到几点呢 喝着酒 没数 我给他打电话 让他现在回来啊 给他 一会儿再说吧 那我出去了啊 你再喝点水啊 这样啊 哥 你没事 我来了 你可回来了 走 坐吧 坐吧 邓铭啊 倩倩呢 没带虎子一块儿过来啊 妈 那个倩倩她胸病了 让我跟请了假 她说过两天她病一好 她又来看大哥 不用 那行 不等她了 服务员 可以上菜了 今天是姐夫出来的日子 也是她的生日 北京啊迎来了 今年的第一场大雪 我们全家人凑在一起 特别开心 特热闹 张家经历了这一场风波 现在也算是云开雾散了 以后啊 我觉得张家 肯定会越来越好 你看现在这个妞妞和宋超 多恩爱 特别是那对宝宝 太可爱了 我建议你啊 把我们那条新房 先让给他们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 说了好几次了 可大姐不同意 她说呀 给我们留着结婚用 那就接呗 俗话说三十而立 过了今年我也满三十了 也应该娶妻生子呢嘛 行啊 那我们就可以定在春节的时候 你觉得怎么样 好啊 我求之不得 我跟你说 我都想死了 美得你啊 按你的意见 咱们在部队结婚 好 遵命 老婆大人 你定好了机票 第一时间告诉我 我亲自去机场见面 好的 到时候我会通知你的 天安 倩倩 睡着了 我可买了好多 某些人最爱吃的东西 牛肉罐头 这可是进口的 有没有 大哥 你可算回来了 怎么了 虎子他们一直烧着呢 而且这两天都没吃东西呢 它真发烧啊 嗯 吃药了吗 吃了 可是烧一直没退呀 今天更严重了 拿着 倩倩 倩倩 你怎么样了 倩倩 你清醒 我带你去医院啊 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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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怎么了 你也都这样 你怎么包给我打电话啊 我要给你打来着 他拦着不让 他非要等你回来 等我干什么 就都出人命了 你 喂 一二零吗 对 我太太 我太太昏迷了 我们正在紫桂庄园 五十八号楼十六单人九零二 行行行 谢谢啊 越好越好 大哥你别急 你要我做什么 我去准备 你什么都不必准备 你把虎子给我看好 把衣服拿来 好 行 倩倩 倩倩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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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片海 红尘滚滚 有一片海 从不徘徊 这片海 把时间冷暖 埋进心底 这片海 把春风花 羽绒进血脉 潮涨满天星光 潮落满地花开 啊 这片海 暖暖的海 这片海 把真情送来 啊 这片海 暖暖的海 这片海 浪暖的海 装扮人生 躲在木台海 有一片海 奇迹整整 有一片海 未曾更改 这片海 把生活沧桑 淡在街上 这片海 把阳光与路撒满胜怀 新年聚在手中 追寻步履澎湃 啊 这片海 暖暖的海 啊 这片海 暖暖的海 拥抱幸福 绵长未来 啊 这片海 暖暖的海 啊 这片海 暖暖的海 拥抱幸福 绵长未来 啊 这片海 暖暖的海 暖暖的海